并没有去正确地判断中国的力量 我们那个时候以为低估了中国 第一,毛泽东打了日本人,打了国民党 然后又再打了一次国民党 那他现在呢,这次呢是要打美国 所以在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打得这么厉害 所以我们不相信毛泽东可以打我们 毛泽东把这么多军队派去东北地区 我们那个时候假设说中国是很弱的 我们低估了中国,就是很大很大的错误 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中国假设说 中国和美国在十月的时候呢 沟通正确,沟通良好 就是周恩来那个时候呢,跟我们的沟通并不好 他那个时候和印度的领袖说 你去跟美国人说,如果他们跨过了38度线的话 我们就不会冷眼旁观 美国人不相信印度人 那个时候我们和印度的关系没有很好 而且老实说,我们也不确定我们会冷眼旁观 中国那个时候的利益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美国 而且也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的力量是如何的 所以就在实质上呢,就造成了美国对于中国的低估 我们吓了一跳,看到中国干涉的时候呢,吓了一跳 所以可以说呢,韩战是一个意外的战争 中国把他们的力量还有利益呢,没有表现得很清楚 如果他们表现清楚的话呢,这个韩战是不会发生的 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的错误 那么河北的张先生,您有什么看法,请讲 河北的张先生,在线上吗 听得见吗 能听,请讲 我认为我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 关于冷战思维的问题 当初这场战争呢,毛泽东57年说过 社会主义宗教代替资本主义主义 这是不是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当然也不是以毛泽东为他的意志转移的客观规律 到底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是谁代替谁,现在我看也说不清楚 就是说,当时是两大阵营的一些角株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主要从这个观点 今天那个意识形态淡化一些了 我的希望从现在也不会发生那些忧虑了 南美之间也肯定有紧张空气 但是不可能出现战争了 而且对于北朝鲜呢,也要看透了 它不是什么纯粹的社会主义 它都违背了马克思恋政主义社会的原则 它搞成封建主义的家天下 儿子接父亲,孙子接爷也得办 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所以说它的国内的矛盾是相当尖锐的 积累下的矛盾 它中归自己内部要发生一些积累的变化 我们拭目以待吧,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提出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一直想问 就是说在韩战结束之后,韩国和北朝鲜 就是北韩,南韩和北韩分别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那么成为两个完全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 包括意识形态也都完全不同 那么最近呢,您去上海参观这个世博会 看了这个朝鲜馆 就是这个北朝鲜他们的展馆 您的印象,您对这个北韩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谈谈您的亲身的经历 我应该这么说 首先上海世博会啊 非常非常的棒,非常好 太令人印象深刻了 不只是一个很重要的世界的大会 而且也对于上海的发展非常重要 所以我恭贺中国人民 至于这个北韩有一个馆呢 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在那里设一个馆 因为呢,他们应该要和外界有多一点接触 我那个时候进到他们的北韩馆 我之所以会去呢 是因为没有人排队 因为其他各国的展览馆啊,沙特阿拉伯啊 要排八个小时 日本馆呢,要排六个小时 但是在北韩馆前面呢,是没有排队的 所以我就进去了 老实说 在这个北韩馆里面呢,没什么东西 只是有几张照片 然后呢,有一个桥 像一个这个景观的桥 但是呢,我看到的是很惊讶 说为什么这么大一个建筑物 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他们卖了一些小小的工艺品啊 还有邮票啊,纪念品 刚才这个人说 他们还是一个封建的社会 我感到惊讶的就是 他们如此的隔离 而且生产力如此低 但是呢,这个北韩馆呢 却是这种情况啊 可以说是很符合他们国家的形象 中国对于北韩的长期的政策 就是要去激励北韩的社会 还有经济的改革 希望北韩能够继续整合到 整个世界当中 就像中国一样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而且呢,这也是唯一一个 可以改变北韩的方法 我们可以去和这样的风险的 封建的社会做谈判 是很好 但是到最后呢 真的要改变北韩的 就是社会和经济上的改革 我想中国这样的政策是正确的 好,我们来接下来接下来 接下来听众电话 那么这位是从台北打来的 陈先生,台北的陈先生请讲 好,您好 那个首先韩战头 基本上就是一个自由反共阵营 对共产奴役阵营的一场精彩的较量 而且挫败了他们赤化南韩的图谋 防御阶段,他们只能守了 盟军还可以攻 但是也可能牵涉到当时的统帅 可能是好像是史迪威将军吧 他的判断了 所以就放弃攻打 继续尝试攻打开城 把他从共产匪军的那个魔掌中解放出来 就亲属,亲战,捷径的 还有那个上干领 其实昨天也提过 基本上也是盟军那个误判 所以以为是说那边不能攻占 基本上这是一些缺失的 但是基本上从中苏共的情势来看 也是揭开了中苏共的狗腰狗 他们的分裂的根源 我们大家都以为是到1958年 赫鲁雪赴访问北京跟毛泽东 提出什么长风无线电台 还有一些要求 实际上就是从那个时候 史达里把毛泽东推到前线 就是让他们大军去帮人海战术炮灰 但是他们归缩在后面 那个不肯出动 甚至有一些空中资源 毛泽东有向他们要求 结果有给了 但是所谓的米格走廊 那个时候就是由国际共党 志愿机的名义提供 又不敢用红镰岛斧头 直接苏联的名义 但是他的空中资源给的也不足 所以这就造成他们的 谢谢你台北的陈先生 时间关系就请你谈到这儿 我们再看江苏的刘先生的电话 江苏刘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比较赞同刚才台北陈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说 韩战对他们的民族是一个悲剧 但是感觉更大的悲剧呢 就是把意识形态对立的两个集团吧 那么就中苏和美国的集团卷进去 而且让这么多的美军士兵 和中国共产党的这些 一些被洗脑被蒙蔽的一些人 去当了炮灰 去牺牲在那个战场上 而真正的那个共产党头子 这个斯大林呢 他在后面是隔岸宽火 看你们是狗咬狗 他在那边奏松羽翁之力 那我感觉就是说 真正就是说 我并不否认 共产党军队当时的英勇 和他们的那种顽强 但是 对 在这些人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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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La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